現代人注重健康 除了積極保持健康外 飲食方面也注意少鹽少油 因為食油過量容易致肥不僅 市面上有食油還曾經驗出 有素化劑和滋癌 有機會增加心血管病和患癌的風險 那哪些為止不健康的食油呢? 例如反色脂肪多的油分 就是牛油, 尤其是植物牛油 豬油、雞油, 或者純牛油 這些都是飽和的脂肪 其實肉眼分不分辨哪些油才是健康的呢? 都能分辨, 油越深色 代表越不好質素 可能是一些翻用的油 另外, 它也會看到有些泡泡 仍然代表翻用了很多次 不想吃到這些不停翻用的千年油 就要盡量避免去街邊小食檔 或者是衛生沒有保障的食肆 想健康點? 在家煮食的時候 都要注意不同烹調方法 要配搭不同的油 因為每一種油的無煙點 都有高低之分 如果用初炸的硬碗油 煙點也比較低 我們不適合用在高溫加熱的情況下 我們攪拌沙律就可以了 或是煮好的材料在臨上就可以了 因為加熱後會變質 甚至會變成有致癌物質出現了 煙點比較高的油 包括了芥花子油、粟米油和花生油 其實它比較適合用爆炒用 每一種油, 無論好與不好 飽和脂肪多或不飽和脂肪多的油 它的熱量其實也是一樣的 一天大約用6茶匙的油 內表啵啵脆 奶淚好汁 真是越好吃越邪惡 媽, 我幾天沒吃你了, 我很想念你 明知道這些油炸食物不健康 但無論大人還是小朋友 對著它們都是很難忍口 真是令人又愛又恨 是否真的一定要用油煮食才好吃 其實早前台灣開始流行 用一種神器煮食 號稱一滴油也不用加 同樣可以做出油炸一樣的口感 這個法寶就是氣炸鍋 它的原理是利用布內熱風的快速循環對流 令食物變熟 同時這股熱風還會抽乾食物表面的水分 令食物無需油炸 都可以有外脆、內亂的口感 有沒有這麼神奇呢 我們看到網上 原來有很多千奇百怪的氣炸鍋食譜 還吃細食, 煎炸烤焗什麼都有 由小食, 例如葡萄、薯條 到燒味、炸雞翼、鹹豬手 甚至乎連湯都能做到 有些KOL更會創出不同款式的氣炸食譜 連精修文Semi都曾經出帖文 大贊說有驚人發現 不用油也可以炸到印尼蝦片 還說吃完比較不怕胖 是為食的Keep Fit人士的恩物 今天阿John就要接受 這個不下油煮食的挑戰 現在做爆脆椒鹽蒜蓉雞翼 醃了雞翼, 十分鐘 之後要沖一下, 再引乾 無論用氣炸鍋做什麼吃 記得要先預熱 而想要雞翼外皮夠爆脆 要按次序上麵粉 蛋漿和麵包糠 如果想要夠鹹香 鹽、胡椒粉、蒜蓉醬 一個也不能少 然後用180度 氣炸20分鐘後就完成了 一拿出來就聽到字字聲 金黃色, 閃亮亮的脆皮 真是很幼滑 究竟好吃嗎?讓大家來評價一下 很幼滑吧 一瓶給你吃 試試吃 真的很脆 是嗎? 怎樣做的?用油炸的嗎? 不, 放在氣炸鍋裡做的 是嗎?真的嗎? 因為氣炸鍋多數很乾 這部材料也有水分, 看 有沒有油膩的感覺 像油油炸的感覺 如果你直接給我 我以為是外出賣的 真心的 老實說, 你的粉較厚 但也很難掩得到雞肉的鮮味 這是普通的炸雞翼 現在看看我們的炸雞翼 哪個比較油膩 傳統的炸雞翼 會把整隻雞翼浸在油上 雖然整體的口感會好一點 但油膩很肥膩 而氣炸鍋製的雞翼不用下油之餘 還可以把雞翼本身的油分 和水分煮出來 多吃兩隻也不會有罪惡感, 真棒 今天我要教大家 氣炸鍋健康西多士 有幾個提示可以給大家 首先 我會把石紙放在底下 然後把牛油塗在底下 預防待會放西多士時會黏在底下 之後就要預熱烤 200度, 3分鐘 這3分鐘做什麼呢? 就是準備麵包 好, 第二個提示給大家 就是因為西多士要選一些厚身的麵包 這樣黏蛋漿的時候會變薄 所以選厚一點, 質感會比較好 因為我是健康西多士 所以我只塗花生醬而已 之後將麵包浸入預先做好的蛋漿裡 讓它像海綿一樣吸收好蛋漿 就可以放進氣炸鍋裡 然後可以放進氣炸鍋裡 200度再烤15分鐘, 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鋪了石紙 為了兩面受熱均勻 記得氣炸到一半的時間的時候 要拿出來翻一翻 好, 搞定了, 好, 現在先夾出來 挺漂亮的 你看看多漂亮 焦糖色的愛皮 還散發著濃郁的蛋香味和花生醬味 真是色香味俱全 很漂亮, 嘗嘗 嘗嘗 切得有很香的花生醬味 切的時候會覺得 會不會硬滑滑滑, 吃起來不好吃 但原來不是, 也很脆 而且麵包很鬆軟 如果想吃薯條, 說也沒那麼容易 材料和步驟都是一剔 只需要準備一群冷凍薯條 同樣願意氣炸鍋後 就可以直接倒進去 放進去後 再熱15至20分鐘就可以吃了 其實平時在網上有很多菜式 但這裡上面也會教 譬如薯條200至15至22分鐘 跟上方的指示就可以做到 坐著就能吃, 方便又快點 適合新手 或者平時不進廚房的懶人 不過也有一個溫馨提示 不要因為沒放油 就放縱自己不斷吃 雖然對比傳統做法是健康了 但如果食物本身含有的油脂豐富 和有調味料的關係 吃得太多反而會變肥 所以要適可而止 吃得太多了 直接吃炸到 按個壓力 吃得太多了 或許可以吃 吃得太多了